这是你第几次恋爱 第一次 可以理解 你爱那个男人是吗 对 还是你爱上了你 爱另外一个男人的感觉 听不懂 在你这半年当中的很多行为里 你反思一下 静静地反思一下 是你自己实际地去爱了一个人 还是我们努力地在爱 我当年爱这个人的感觉 很多人拿这事分不清 其实姑娘我特别想 你能不能跟我们的老师们 解释一个问题 你究竟爱他什么 什么地方非常吸引你 我觉得我能说清楚的 就是我喜欢那种形的 外形吗 差不多那意思 就是体型 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有点微胖 微胖 有点微微有点胖 不是那种那个 像那个 就是紧膜染色那种 那种明星 这种微胖的感觉 会给你什么感觉 一句话告诉我可以吗 挺踏实的 挺踏实的 其他的都没有了吗 应该没有了吧 没特意感觉过 姑娘 你知道不知道 你三十岁才第一次失恋 这都迟到了 知道吗 基本上大学谈恋爱 是非常正常的 谈恋爱失恋 早早经历失恋 是有好处的 失恋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叫自我成长 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 初恋不懂爱情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爱这个男人 爱的是什么 那另外一个 你看看你 我又觉得你 哎呀挺让我心疼的 你看你分手了 你还爱着他 你也说不出爱的为什么 但是你有一点忘记了 最重要的一点 大姐姐告诉你 你忘了爱自己 你自己不把自己爱好了 不把自己从这个失恋中 慢慢地捞出来 不成长起来 谁都替不了你 所以这个时候 我倒应该是建议母亲 更多的是陪伴 而不是给她 什么指导性的建设性的意见 只需要保证自己的女儿 在这个年纪 因为她可能稍微晚熟 那么保证她懂得安全 会自我保护 等等等等的基础 剩下的东西 让她去体验这个过程 会结束 只是时间长短 所以最终 你到底决定什么时候走出来 肯定不是我们说了算 只有你想走的时候就走 另外关于这个事情 我记得我跟我的女性朋友 说过一个特有意思的事情 她问我说 大海你教我个办法 我怎么能忘掉一个人 我说直到你不问我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忘掉他 你不断地在想这件事的时候 你忘不了他 你连想问这个问题 这事都想不起来了 那这个人你就已经忘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 是让我们一群人 帮你回忆这个人 这也是您必须做的呀 是 所以我们最后来发现 最后发现您的问题 不是什么问题 是我们每个人 都必须经历的过程 直到你想走出来那天 我们拦都拦不住 在现今的状态下 我们拽是拽不出来的 我们现在跟你说 OK 今天到此为止 明天该干嘛干嘛 这句话就收尾了 马上就说完了 你能接受吗 我接受不了 对呀 实际是你特地挑了一个环境 让我们一起跟你回忆一个 你不想放手的那么个人 那你怎么走出来 这就是你反问我们 这是我们的工作 是你不配合 神仙都救不了你 人一路上都有 有得来的 有失去的 但为什么我就能选择 一直不失去它 你特别害怕分离这两个字 谁不害怕啊 我们不是说不在乎分离 我们是不害怕分离 因为我们有一件 比分离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自尊独立 如果要用我们的自尊和独立 来去换取苟且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宁肯不要 那是不是能 我能理解成更爱自己 因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是不值得别人去爱的 我只能说您说的对